我们的脸书粉砖郑克爽也说 桃园三结役啊 在2022年三个人参拜关公 林志坚当时也说我们是桃园铁三角 郑运鹏也说铁三角很有效率 那两年后郑文灿在涉贪污收押之后 两位异地恐怕都消失了 那大家也在讲说铁三角 可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有机会可以在来年的时候 来一个同年同月同日关 可是点兵点将也开始了 我想请问韩兵哥 我今天看到大家在讲2026的一些 从郑文灿涉贪之后的冲击 绿营他们说桃园的人选不是没有 也是有一些选择 我们等一下也会念出一些名字 可是到底谁才够力 能够跟张善政一搏呢 当然刚刚我们讲的王毅川也被点到了 那跟郑文灿交好的罗文嘉 或者是一直都在备战当中的 公平会的前副主委彭少景 还有当然就是法务部次长黄世杰 可是黄文杰的麻烦点是在于 他在大选的就是立委的选举里面 才刚输图全集而已 或者又是那个 在双北可能卡不到位 所以跑来转战桃园的林又昌吗 那对此那个报道里面还写 可是张善政呢 他虽然仇恨值相当低 但他同时面临一个状况 就是他在人际啊 人际关系里面 交手的情况 恐怕不如郑文灿那么圆滑 所以也不能说是毫无危机感 你确定这是点将吗 我觉得这看起来好像 见光死 好像在硬臭嘛 所以这些看起来都不是 什么很正经的人选 很正经 彭少景他已经选了很多次了 他就是始终都没有办法选上了 那其他这些 有些自己大概都不见得有意愿 那如果是王毅川出现 那就太好了 我跟张善政应该也会蛮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要去想 2026真的还太早 我讲实在话 因为你郑文灿的事情才刚出来 那整个都还要再重新再重整 这勾心斗角这一幕戏才刚刚上演 还没有开始打 那你现在就去扯到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他们不可能这么快 就已经尘埃落定了 那刚刚你提到桃园三结役 我讲实在话 他们三个结什么意义 你当初郑文灿有真的很喜欢小智吗 根本就不喜欢他 你忘了一开始 本来那个时候 林志坚是先要那个足足合并 结果合并不起来之后 才在那边开始一直跑桃园 好像想要去桃园选那样子 当时有人跑去问郑文灿 郑文灿本来是拒绝的 完全否定 根本没有这个人选 后来是没有办法 是因为小英实在太爱小智了 硬把它塞过来 郑文灿才不得已接受 所以郑文灿 真的会喜欢小智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 而且我觉得郑文灿现在最恨的人 应该就小智 你要知道郑文灿的人生 整个走下坡 全部都是小智害的啊 我讲实在话 如果没有林志坚 他现在搞不好是总统了 我讲实在话 嗯嗯嗯嗯嗯 因为你这样想看嘛 本来如果他没有去力挺小智 一开始就让郑英鹏来选 郑英鹏不一定会输哦 我讲实在话 就是一切稳稳的嘛 然后他的论文 可能也不会有人提及了嘛 然后他的声势只要不落下来的话 他就可能应该是就会去接 书生昌的棒去当行政院长 然后当个行政院长 基本上就不会有赖心得出来的位置了 这是蔡英文原本的规划是这样啊 只是后来被小智把整个东西打乱 老实讲就是因为 蔡英文爱了一个小智爱错人 结果害了整个民进党大翻车 那当初高嘉宇讲说一师五命 其实不是啊 这一师至少十几二十条命 接下来还会租联多少人 我还不知道 你要知道整个 等于郑文灿 你看这几年好不容易苦心经营的 包括周边这些人 未来前途几乎全没了 都因为这样整个炸锅了 那本来郑文灿还想着说 好我再沉浅一下 看将来有没有机会 现在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几乎就是没机会了 那你要知道跟在他身边这些人 一个一个本来想飞黄腾搭 现在都不知道何去何从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郑文灿绝对是一个重疾 我看郑文灿现在 现在每天晚上如果有在诅咒 搞不好第一个诅咒就是林志杰 你怎么会觉得他跟他什么结议啊 那他们三个不会同时被关啊 你相信我啊 我也不认为他会再求戴恩怯 我是同意宇轩刚的判断 他应该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因为你压太久其实没意思 你压那么久你案情要扩大到什么程度 这个案情扩大下去 其实未必不会连到赖清德的人 你要知道郑文灿当初在桃园是长袖上舞 各方人马在那边吃吃喝喝有吃有拿的 你以为真的只有某几个派系有事吗 搞不好大家都有事 连国民党也一起有事 真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你想想看如果只有民进党一个在那边吃毒食 你觉得桃园那边会那么平静吗 我根本不认为是这样 所以现在大概不管蓝绿都不希望他的事情 真的爆的太厉害 都应该差不多差不多就好 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太大意外的话 可能到最后只限缩在这一个案子 然后到最后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罪名 大概很轻的就低空略过就没什么事 他也不会判很重 我不认为他会判很重 这件事情大概就四四六六就过去了 那不管怎么样郑文灿也是当过市长的人啊 也跟民进党内部很多人关系很深厚 未来他出来去当个门神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大概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大家不要以为在台湾有什么真理公理正义 然后把真相全部揭发 然后一网打尽 台湾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那个是未来的平行世界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还是面对一下现实比较好 董哥请教一下 最近阿扁有点名一个人啊 就是说这个高雄市长的黑马是邱毅莹 那现在邱毅莹居然也松口了 说往这个方向迈进 我们千段时间在解读 大概两个礼拜前吧 周玉寇的一则波文还在讲说什么 总而言之不会是那个女人 我想说那个女人是讲灵带话吗 可是怎么看都不太像 难道现在讲那个女人是讲邱毅莹 也真的是有起心动念想要选高雄市长吗 一样讲的是2026啦 只是在PTT上面大家就在讲说 他们觉得可能许智杰的可能性还多一点 因为她说邱毅莹 对那个哈算是很真切 她说因为邱毅莹很难拉到中间选民 但是有更多的网友在里面写 完了看看这些立委 每一个都有想要选的意思 你看我们把他全部头上都列出来 邱毅莹莹 赖瑞龙 许智杰 都有意愿 那是不是高雄又要内战了 他也不会内战 而且内战也不影响 因为民进党对高雄太有把握了 那邱毅莹先前他没有被拉出台面 但是所有高雄都知道 现在民进党里面 民进党里面最具政治实力的 除了赖金德之外 当然就是高雄市长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当所有的人都有他自己代表的派系 在高雄 譬如说林泰化已经经营非常久 他现在投校政国会嘛 那赖瑞龙当然是 陈吉的人嘛 不用讲 习智杰经营非常久 而且他当过凤山市长 他弟弟也才刚从民进党 地方党部卸任 市党部主委 那喜之善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邱毅莹是凭什么 因为邱毅莹跟陈吉麥是非常好的嘛 甚至二十年前我们就 在媒体大家就知道 好像他跟陈吉麥哥哥还谈过恋爱 各位那时候 那时候都是一个八卦 就是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但是他们等于说这一代常常玩在一块 因为邱毅莹他爸爸是美丽来 美丽老时候曾经被抓进去嘛 那大家也知道陈吉麥的爸爸 也是阿扁的爱将陈泽兰嘛 所以就说有上一代的交情 又有下一代的交情 那邱毅莹被点名以后 他就开始积极了 然后阿扁找他去访问 其实被阿扁访问很多人下场都不好 郑文燦就是一个例子 阿扁有访问郑文燦 阿扁开一个广播节目 一个那个节目 访问郑文燦你知道吗 哇 想说郑文燦多优秀多怎么样 好像要替他拉抬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 阿扁点了邱毅莹以后 邱毅莹就觉得就非常松动 那如果陈吉麥全力挺邱毅呢 大家想说他不要中间选票 不需要 高雄 对啊 高雄不用中间选票 高雄需要什么中间选票 基本盘就够了 对啊 高雄只要民进党支持 就当选了 不用 真的没有什么中间选票 大家把中间选民 想得太优秀了 太中立了 没有 投票的时候就是投民进党嘛 还用讲 所以邱毅莹虽然 你看 他是屏东人 他过去险级也都在屏东 他现在敢去屏东选嘛 没有啊 不敢了 他现在选的主要是哪里 美容奇山 对不对 因为他老公现在 是那里出生的 李永德嘛 所以他现在在哪 南部客家的票 还有一些传统企业票 这些地方的特性就是人口比较少 人口比较山区嘛 人口比较少 那以邱毅莹的那个 如果民进党提名邱毅莹 邱毅大概 当选的机率九成九啦 我真的这样讲 那为什么呢 邱毅莹为什么阿扁那么喜欢他 因为那时候马政府时代的时候 很多人说应该把 陈水扁把他放出来 那时候法务部长 曾永夫还在犹豫的时候 邱毅莹带人 跑去法务部把曾永夫的门把他踹破 那一幕大家都看到了 台湾司法最丑陋 最丢脸 最下流的就是那一次 下流 为什么 因为法务部依照那个 这是公务啊 我帮你起诉啊 那检察官呢 检察官要传邱毅啊 邱毅说我立法院在开会 我有公事啊 原来立法院开会就叫公事啊 韩兵以后我们被告 我们要上电视 我们也有公事啊 这个一定要你公家的事情 才叫公事吗 结果一直偷到立法院修会以后 然后不传了 就不传他了 这什么台北地检署 然后过一阵子 华务部忙很久还在当总统的时候 华务部就把邱毅这个案子 把他撤告了 凭什么 你踹破是国家的钱 对不对 的公务啊 后来我就 我碰到法务部长 我就破口大骂 骂大家你知道吗 我说你们法务部有过 不要脸 讲得很难听啊 法务部长说我 他说我也不知道你知道 是我们法务部总务处自己撤的 我想说法务部现在变成这样 你当部长都不晓得 这么大的案子 那时候这个部长是 柔英邪部长 被我痛批啊 我说法务部实在已经变成 这么不要脸了 因为我凑辞真的很难听 这公家的钱怎么可以这样 他说我们法务部的总务部 总务处自己撤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司法体系里面有多肮脏啊 就已经实力很够 对不对 可以看到了嘛 所以他为了阿扁去踹法务部长被起诉 但是所以阿扁很感谢他 那当然了 如果在这一帐里面的话 我敢讲谁的动作大 表现得越抗中 越抗国民党 那他的那个机会就要比较大 领面就越大 对 那你看到林黛化 林黛化吃素的 然后每次抗争也没看到他 赖瑞龙 赖瑞龙也不明显 赖瑞龙其实主要就是 在民进党的中职会 那大家看到许智杰 虽然他有些新闻 可是他的动作也没有特别强烈 那大家如果看邱毅云 要不要选的话 从今天开始你就在立法院 看他动作是不是很大 他以前也是动作派 动作很大 赖瑞龙被许淑华 把他那个以后 教训而意外以后就比较收敛 但是如果你要选市长 你即使被人家打 也要很惨烈 因为惨烈表示 你是为了安慰台北打 对不对 最好连耳朵都打出血 像川普一样 那大家看到了 民进党就 吃重点就是需要这样的人 所以如果邱毅云接下来动作很多 要接受访问 然后跟立法院某些人的冲突 譬如说陈奕珍货水 你那个气气张力够的话 邱毅云反而会后来激伤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蕙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蕙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蕙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蘆蕙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蕙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